欢迎收看8月30日的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依颖 来看今天的股费行情 中国向美国释出善意 刺激隔夜美股上扬 而亚太股市今天也普遍走高 马股在银行股发力之下 跟随区域走势大涨16.96点 以全天最高的1612.14挂收 但总结整个8月份 马股全月下挫22.73点 主要是受到贸易战和区域政治乱局的冲击 至于今天的汇率 马币兑换美元上升至4.2030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著名银行家 也就是前首相纳吉的弟弟纳希尔 在卸下连昌集团的主席职位之后 现在到底在忙选什么呢 答案可能是经营私募基金 本据公司百利金国际昨天宣布 纳希尔共同拥有的东盟私募基金 将斥资2139万领级 认购该公司10%的股权 每股交易价39仙 虽然获得了大人物的投资 但百利金国际股价不齐返电 盘中一度跌到33仙 最后以35仙收盘 全天下跌2.5仙或7% 成交量只有63万股 接下来是森种植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指出 这家打算退出非洲利比利亚市场的 种植公司强调将不惜一切 赶在年秒前完成脱手计划 目前该公司正和三个潜在买家恰商 若无法达成协议 不排除将特许经营权 直接交回给利比利亚政府 曾种植今天也公布 调整财政年以来的第二份业绩报告 该公司截至6月的第二季 营业额报28亿7500万领级 净利则下滑10%至2700万领级 主要是受到原棕油价格走低的影响 大亨阿南达控制的游戏公司阿玛达 公布截至6月的第二季业绩报告 虽然该公司营业额下跌了 18%至5亿3564万领级 但受惠于前期减值亏损 以及订单保持稳定 第二季取得7821万领级净利 摆脱前期严重亏损 5亿8548万领级的困境 阿玛达说 即至第二季为止 手上窝有189亿令级的订单 可续约项目也高达99亿令级 未来计划继续推行现有的策略 以改善业绩表现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